我今天是第一次见阿宝 因为在之前我一直以为你得比我大呢 我也第一次见你 今儿来了我才知道他比我还小 以前我就一直以为你比我大 是吗 你以前就错了 阿宝的本名叫什么呀 姓张 姓张怎么穿过 小张那些 他不愿意跟大伙说的叫什么 就是以阿宝的面目识人 特别方便 有一个意义名特别好 你到哪干什么事情 不是干什么事情 比如酒店你登记啊 想找你还真找不着 你等会你干什么坏事了 怕人找着 不是不是 还是很方便 就四名选墙 不是俩字跟仨字有什么区别啊 不是不是 不是你用你的真名和你的意名 是一个名字 你去住在哪 人家都爱谁谁来住在这了 比如像我 我用我身份的东西谁也不知道 挺好 那说明腕还不够 没有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刘德华 刘德华真名叫什么 你们谁知道 刘芙蓉 全世界都知道 就你刚知道吧 我不知道 今天我们告诉他 刘德华叫什么呀 刘芙蓉 刘德华叫刘芙蓉 肖强叫肖秀霞 张国荣呢 郑创世 张国荣去世了 张什么发号是吧 对对对 这些艺人们都是为了发展 改的名字 其实说句良心的话 你叫阿宝 可能是真顺耳 顺口好说 岳云鹏 有计划改个名字吗 没有 岳云鹏就是我的 你要听我的以后改名叫岳嫂 虽然说艺术靠不了 但是能多拦一活 那我只能挣钱呢 你值钱就值得心宽认了 聊半天天 我发现你语言方面有点天赋 我想要学一下 因为走南创北 做艺人们 哪都得去 这就看艺人聪明不聪明 入相随俗 所以对语言的掌握 会对你的艺术有很大的帮助 到现在为止 能知道多是方言了 十种 十几种 大概这样 那你比我还强 我都不会这么些 学的最好的是哪 粤语 粤语讲的基本和普通话一样 是吗 讲的特别顺 常年在广东待着 小的时候待过 对 山西话肯定没问题了 家乡话 山西 山东话 干什么就叫山东话 山东 河南了 那家山南了 干啥了 这河南话 河北好 我们家去哈尔街 跟走 他这宝丁话 这是宝丁话 你说云南话 我说你是那 我是云南的 云南话 还有你是那 四川 四川 这是四川 我是寡宝 四川话 像湖北话 湖北话 我到那儿记不住 你是韩康 韩康无常的 这种会 长沙话会讲些 我长沙的小不咯 长沙话 还有 潮州话会讲 就是闽南语讲一些 客家话会讲一些 然后东北话 东北话谁准 哎呀往哪儿搞 你大姐 这埋下呀 东北话 东北话没事 大连话也会说 大连话也会说 来两句 哎呀嘛 干什么 我又勒毁了 这行 这大连话 这行 这行 这行啊 表忽忽 这行 表忽忽 这都可以 后边就不要再说了 这挺好 那会的不少啊 你要说语言类的演员 爱学有情可原 你唱歌的演员 能学这么多方法 语言是一个 我觉得是天生 我比较开语言的窍 是吗 对 嘿云鹏 用河南话跟他对对吧 他是河南人 我是河南人 那你家是那儿了 河洋来 河洋在那儿来 没听说过吗 嗯 乱了吗 咱们呀 俩人谁不是谁 现在经常回山西吗 有时候会回 父母都在山西 我母亲去世了 我父亲在 对不起啊 那个每次回大同的时候 是不是都轰动当地了 又我们阿宝 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回家都是悄悄去 悄悄走 打枪都不要 谁都没有军动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很低调 我真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说 我初晚的时候 我不是唱那个 《采远播》的《太阳》吗 那个节目很轰动 我就是因为害怕 回去以后 太多人来了 后来我没回家 我在北京的 我租住的地方 躺了三天 因为特别累 我就没回家 躺了两天 第三天去演出了 我就没回去 我知道回去 很多人过来 同学 亲戚 所以我是真是低调的人 我全是不出门的 就在家待着 我除了去 我喜欢打球和健身 除了这两样 我是绝对不出门的 就在家待着 对 我可以在这干嘛 我可以在一个月不出门的 我洗看了书 什么听听歌 什么的 我不爱出去 就这么宅 对 非常宅 就是一个内向 应该是这样